你好 我是梁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东森新闻的 好 两天前呢 民众打开报纸 可能会注意到这六个字就写着 亲爱的 我错了 却没有署名到底是谁写的 今天答案揭晓了 原来是客委会 为了要吸引民众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的一种宣传手法 客委会呢 为了要宣传这个活动 大家手笔地在报纸的各大版刊登 亲爱的 我错了 结果呢 真的是引发了民众的讨论 都想找到这位刊登的主角 尽管呢 没有浪漫爱情故事 不过呢 这样的宣传手法 的确是达到了吸睛效果 好 台湾